大家好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文人正事 我是主持人蔡时平 这个节目做了有一段时间了 对我来说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 能够透过这个节目 跟台湾很多的艺文的工作者 甚至包括一些政坛的人士 有一些近身的接触跟专访 透过这些专访也让各位可以了解 台湾这个社会为什么有很多的活力 充满了一种生命力 我想透过这些专访 各位就可以知道答案在哪里了 那另外一个更高兴的是 因为节目做的够长 所以我们总是有机会 来看到一个艺术家 自我挑战的生命历程的变化 那比方说有不少艺术家 也有不少的朋友 他们其实在过去几年来 是二度或者是三度上我们的节目 而每一次间隔 至少都是两三年以上 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 这一位景观的雕刻家 张静 张老师 他上一次来我们节目呢 是民国一百年 也就是距离现在很快的 又已经是五年的时间了 那么在今年的一开端 他就有一个在国服经济馆 非常棒的一个展览 这个展览呢 就叫做新开创 新开创张静的精湛艺术 这个精湛两个字 非常深刻地点缀出 他的雕刻艺术的那个气质 那么穿透力非常的强 是怎么样的一个面貌呢 我们现在看一段相关的影片 回来我们请张老师 来跟各位自己谈他的创作历程 艺术家张静 49岁才跟台湾雕塑大师 杨英峰学景观雕塑 多年来他获奖无数 到各地开展 终于在即将迈入80岁之际 受邀于国父纪念馆 中山画廊举办各展 别具意义 在我一生来说 是莫大的荣幸 也真的是感谢主 这个不是上帝的安排 我相信以我们一个人 我们本身的画面 跟我们的背景 是绝对做不到的 张静是位虔诚的基督徒 他谦虚地表示 原本担心自己的作品数量 无法让三四百坪的展览空间 尽善尽美 没想到这两年 他累积多年的刀法 有如神著 创作灵感源源不绝 甚至在开展前 完成这件看似具象 却又超现实的作品 新开创 你看这个有那个方角 方角灵角的这个 然后也变成 圆雕 我们叫那个 方言无止境 这个两个东西 一个树方方的东西 一个圆圆东西 两个合并在一起 变成一个无限的力量 也等于上帝的力量 所以我说这个是大自然的生命力 其实为了这次展出 张静特别创作一系列锤挂式 立体浮雕作品 只是开展在即 一般雕刻方法缓不济及 此时张静又灵光乍现 这个东西不是一般的 雕刻刀刻的 我们是用那个 人家在磨那个楼梯 砂轮机 用砂轮机去 把这个木头染 这个矿物质的颜色 出来之后 我们用砂轮机去 去画的 在张静作品中 常见羊群 历经惊险深谷 走向光明的意涵 他擅长以圣经故事 为创作题材 像这件花了16年 才完成的神机 是描述旧约圣经 出埃及记 摩西过海的场面 令人震撼 千辈的他 将一切荣耀归于主 也不忘感谢恩师杨英峰 带他从细腻雕琢的刀法 一步步走向极简风格 用千年赤松 雕刻而成的天祥大观 就是张静首剑拍卖景观代表作品 这个因为它是真的是 很强烈的磅礴大气 很简单几个线条 一拉下来 就变成一个非常雄伟 磅礴的一个山水 我们的台湾 这个太鲁阁 全部包含在里面 他说你要去那边受洗 不管是在黄山 你是太鲁阁 我一定要进去那个大峡谷里面去 从早晨一直到下午 冬天夏天 都要去体会到大自然 它的灵魂的力量 张静遵从恩师指示 不拘泥景观具体形象 作品逐渐阵放独特风格 与雄伟气势 许多府批的大山大水 壮阔挥洒 近年来 它更致力 图显大自然 原始生命力 常常一块几千年的朽木 在它手上简单挤刀 又起死回生 这个将近数千年的红块木 台湾的红块木 它就是非常奇特 它的形状不一样 但是我们这个是买了好几年了 想不出来要怎么做 也是在这个瞬间这个时间 让我们看到这个东西 可以做 你给它变成 这边跟这边刚好90度 把这边的根部留一些 把这边的根部也留一些 然后切平 给它翻开来 变成瀑布 1937年出生的张静 一身靠着顺服的心 历经生命一次一次蜕变 艺术风格更去无存经 简约洗练 也终于在景观雕塑世界中 创造自己的一帆天地 各位刚才已经看到了 张静张老师呢 在影片中自己现身说法 谈他的创作 非常非常优雅 而且对自己的艺术充满了自信 可是又非常客气的张静张老师 我们来跟各位介绍 在国内非常知名的景观雕刻家 张静张老师 张老师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谢谢 老师五年了 几乎没变 变了 对不对 有没有了 几乎没变 而且刚才在影片当中 我看到很多的画面的时候 你晓得时间是五年了 我们各自都在不同的人生 或者很多事情上 可是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些印象 全部回来了 就是说还是看到你那个 非常细致的 把那个在一个 一定的范围之内 把一个大气磅礴的那个自然 给它放进去 我请教老师 老师这几年来 创作的方向 基本上跟 我们在五年前访问你的时候 差不多吗 还是有一些新的历史 完全改变了 改变了 以前我们用的工具 是比较细腻 对 也是稍微有一点 传统的刀法 跟工具 工具 现在慢慢的由 我们自己设计 自己构想的工具 同时也是比较顺其自然 由木材本身材料跟我们的工具 比较左向比较简单 又比较科学的方式 为了时间的关系 因为我现在已经将近八十 我在五年前是七十五岁嘛 那个时候我想时间不多了 所以我应该有一些创作的方式 但是也要跟着改变 所以就不断地在思考 不断地突破自己 想把时间 珍贵的时间要缩短 不然的话 这样一拖下去 我懂 我不是年轻人 也是没时间再拖了 就是说那种时间的效率 要不让他再强化 可某个角度来说 我这样听下来 虽然您 我想很多朋友一定会注意到 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张老师这五年下来 其实身体非常硬朗 整个人的思虑 讲话都 我觉得完全不输当年 所以老师是客气了 但是你这谈话里面 我又感觉到一种艺术家 或者一种创作者的一种内在的焦虑 就是总觉得我要跟时间赛跑 我要跑得比时间再快一些 对不对 再快一些 所以我想 这就连带的影响到 你对于创作的方向 还有包括创作的手法 所以现在这种创作手法 你刚才有说了 还是保留了那种简朴的特质 简朴的特质 但是加了很多科学的帮助进来 那这五年多 你的人生观有很大的改变吗 就因为有一种急迫感 你对于生命的看法 艺术的看法有很大的改变吗 是我在2012年的10月 我的夫人够事了 我照顾我内人九年半的时间 在这九年半的时间 免不了我就遭遇到很多挫折 或者说一些好像很无奈的事情 但是这个坦白 我们前一次来这边论影 那个时候 我总觉得不会那样子的挫折感 但是真正的到后来也觉得我们这个好像在人间很多事情都事事不如不如意 逆境是免不了的 但是我们总是要突破 到了二零一三年 我总觉得我夫人已经离开了 我年纪也差不多 我说应该是一生就差不多一段路了 应该是有个据点 但是那个时候经过半年的安静下来之后呢 上头的上面的 我是基督徒 那个上帝有个声音说给你的操练给你的该怎么去折磨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你也是这样子过来 所以我我觉得你的责任现在要开始要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开始的一个责任的开始 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声音很奇怪 我要休息怎么怎么又来一个什么要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他说你现在再来的时间就不是你的 你张敬也不是你的你的木材 你的收日有关的作品的一切一切的事情 都是由上帝来自己吃礼 你就是一个工具而已 你就是要完全相信 而且要顺服就是绝对不要太有自己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好那我就完全改变了 不要不要有自己 那那我就完全顺服 免不了了 我当初我的一些朋友当中也有我们的团道牧师 就是他们也觉得很特别很奇怪 怎么我们团道人都没有听到声音里 常常有上帝的声音到底是怎么样 我也我也有这样描述给我们的团道福音的那个同工 我给他说上帝的声音非常渺小 我们他自己过去这几年来 在民国一百年的时候上我们节目之后 他人生的一些历程遭遇到了一些挑战跟挫折 可是他听到了 听到了上帝的旨意 回过来了 那回过来之后 我们所看到这些新开创的这一系列的作品 到底展现出什么样的一种新的面貌呢 我们待会儿来慢慢地看 慢慢地 好 我手上翻着张静张老师的这一个2016年新开创 张静的精湛艺术这个画册的时候 其实戏里面是颇为复杂的 因为张老师刚刚自己说的 在他上一次上我们的节目到现在中间隔了这五年 可是他人生却有非常大的一个起伏 但是他终究还是回到了艺术的这一块 那才有了2016年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张静的精湛艺术 那我这边要来跟老师继续聊了 艺术其实很早就启迪了你 对不对 我想我们在过去访谈也知道 其实你很早就进入到艺术这一块 可是当你对生命有不同的体会以后 艺术在你心目中的位置 跟以前有没有不一样 比方说 以前你可能艺术就是 艺术就是完成你自己 对不对 一种追求美 追求一种美好 可是当你生命中有一些挫败 而且听到了一些来自于上帝给你的一些旨意的时候 他对你的创作会有没什么不同的 有没什么不同的启发 比如说艺术 现在在你的心目中 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他位置是什么 跟以前应该不太一样了吧 跟你年轻的时候从事艺术创作应该是不太一样了 我从49岁就开始从事艺术创作这条路了 其实算晚的 比起一般年轻的艺术家 差太多了 算是晚了 对 可以说是五十岁 可以这么说五十岁一般人就已经半贴修状态 我是开始进入人生的第二个人生的开始而已 所以人总是人想想能能成就自己 或者说想把自己的理想还是自己的什么来来呈现 这个是人好像是本性也是没办法的 但是我说我到二零一三年 现在是二零一六 只是短短的两年多时间 那个时候我夫人各司之后 上帝就说现在开始的时间是上帝自己的 不是我 所以你要完全完全是要放弃自己 不能太有自己 可以说是等于就是没有自己了 既然是上帝自己说这个时间 还有带来的一些作为 上帝自有安排 那你就是听我的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要非常非常的要 要静下我自己 要真的要把自己净空 真的是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跟面对 张老师刚才自己有提到 他四十九岁才跟当时直到现在都非常有名的 杨云峰大师开始学习景观的雕塑 那时候他已经是四十九岁了 对不对 可是老师真的是早会 就是说你在这方面真的是有天赋的 因为我们现在推算一下 其实你开始进入到这个领域 没多久在创作上面就得到很多大奖的肯定 我给各位看一幅 听经过了这个张老师刚刚这样讲以后 我现在在看这一幅的这个图册的时候 就感觉就跟以前在看的时候很不一样了 各位看一下 这是一九八七年的时候 他的创作 但在一九八八年 那么张静张老师荣获了雄师美术的新人奖 各位看一下 这个叫做宋战 各位看看这个气势和整个的这个风格 你现在回头再看自己 自己当时以五十岁左右的年纪 拿到这个新人奖的时候 现在回想一下 你那时候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 你的艺术创作会持续一直到现在 而且越走越好 你那时候有没有想过 我总总觉得人生这个时间空间 跟我们人是息息相关 我总是这样子想 对不起 也许有些人不是这样子想 我总是觉得 越重视时间 越重视空间 会无形中会把自己提升 如果说你把时间跟你的空间都太把自己纳住在里面 用自己的方式来跟时间跟空间来这样子结合的话 也不一定 不一定你能接通那个大自然 我总觉得一个艺术创作的人 特别是艺术创作 你你太太离开大自然 太专注于你自己 还有你你的喜欢 你的爱好 但是你想要的那一种 也不一定在短短时间 是在预取的一个时间之内能呈现 如果说一个艺术创造的一个人 他能把自己时间挪多一点 让大自然大自然的这个这个力道 在无形中 不管你看得到 看不到的那个力 那个力道 我们叫做那个力气 那个力道 近日你的内在 这样子的话大自然反而会带动你 你就不是说一定要跟时间空间赛跑 但是你最最好 就是你已经很重视这个大自然的时间 大自然的空间 那就会无形中 这个时间空间就会充满着颜色 充满着灵感 充满着你用得不尽的那个直眼 一直往你的脑海 往你的生命中灌进去 所以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是一个非常重视时间跟空间的一个艺术家 是 那时间跟空间这样的这两个要素 也会在你的作品中呈现出来 是 好 我给各位看几个作品 各位就会知道张老师的意思了 比方说我们现在 我现在跟各位挑了一幅作品 他的名称叫走向大地 他是台湾的古筷木作为一个作品的 可是各位感觉一下这个作品 那这个作品也被称为是张静张老师 非常具有他自己创作风格的一个代表作 各位看一下这个走向大地 大概仔细的 我让各位先冷静的 凝视一下这个画面 各位大家就知道 刚才张静张老师所强调的 时间跟空间这两个概念 在他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了 各位仔细看一下这个作品 你其实会发现到 山 石 静静地处立在那 可是一座大山或一个特别的一个地理的一个形态 它一定是经历了 说实在的 数百万年 甚至上千万年 时间的锤炼 所以第一个 时间就已经出来了 那第二个就是说 空间呢 这个空间也不可能是 我们现在看到这样子 它也是时间的锤炼 然后它经过不同的形态 慢慢慢慢地变化 所以当时间跟空间在这个 交错在这里的时候 我觉得张静张老师最厉害的地方是 他在这个时间跟空间的概念里头 底下还有活着的生命 对不对 比如说可能是流动的羊群 可能是在里面呢 予以独行 予以独行的人 就是说话叫说 当我们面对的时间跟空间的时候 里面有流动的生命在里头的时候 马上就对比出了 生命的渺小 时间的浩瀚 还有那个空间的巨大 是 好 说回那我要请教你 那人呢 人短小的生命 不过最多百来年 甚至大部分人都活不到百来年 我们在这个时间跟空间概念中 这些活着的生命 你的创作里面怎么去看待它 比如说很多人都会说 你显然在很多题材上 是从圣经里面取得了很多的经验 那你觉得活着的生命在时间跟空间里 怎么去安插它的位置 很感谢我们的老师再提醒 我总觉得虽然是我是基督徒 其才以圣经是没有错 但是圣经真正的它里面描述的 跟它圣经本身的那个真谛 并不是说什么圣经第几章第几节 不是这样子 它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缩小版 所以我总觉得你要融化圣经 在你的脑海中 不如你就先去体会到时间空间当中的 这个大自然 你越去了解大自然 自然而然你的艺术 創作就会很不一样 那个很不一样 就是你总之每时间 人的时间空间 非常的短小 顶多一百年九十年而已 那个大自然小小的一颗室 最少最少 它一个我们说不是一般的杂木室 我们说是我们比较代表性的 我们的那个国宝的一个 最普通的一颗室 最少最少要一千年以上 对对 没错 它也可以合到将近一万年 那人跟这个数来讲 我们就差太多了 那我们现在创作 刚开始到现在 我们大部分百分之五十的取材与木材 这个木材大部分都是取材有名台湾本身的国宝木 这个国宝木也并不是说在山上就给它砍下来 都不是 它本身就活生生的几千年 到了一个某一个时段 它风化就死在山上了 它又又又埋络在一个山谷里面 还是在四叶城里面 这样子 虽然它已经风化 倒阁在那个四叶城 还是大水沟 还是什么山上 就一倒下去 就是几百年 甚至算千年 那个东西现在你再挖出来 再看到的 我们叫做 这种古代的古代木头 这样子的东西 虽然是从它风化史去到现在已经三千年了 这个三千年又被发现 又挖出来的时候 它还 里面还存在的 我们 我总觉得这种木材 它有 有灵感在 好 老师刚刚这样聊的时候 你看每一个作品里面所用的这个素材 如果是木材的话 本身就是一个历史 就是一个上千年 数千年的一个历史 我们带回来 一边跟张金章老师请教他的创作 同时我给各位再看几个作品 各位想想看 张金章老师的作品 虽然即使它是取材自 宗教圣经里面的很多的灵感 可是我们仔细看这个画面 像不像我们华人社会 其实非常久以来的某种内在的哲学观 就是天人合一 与山水大自然 其一 这种概念 其实在张金章老师作品里面相当的多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张金章老师的作品 能够在西方也好 在台湾也好 都能够得到很高度的共鸣 就是因为不同的背景人 都能够从他的创作里面 感受到一种安静 一种细致的 一种天人合一的哲学 马上回来 好 我记得在五年前 访问张金章老师的时候 其实就有传递过 在访谈中就有传递过这样的讯息 就是张金章老师的作品 大家用非常细致的景观 雕刻来形容它 这个景观两个字 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字眼 因为我们现在了解景观 可是再想想看 景观的背后跟东方人的 特别包括在中国或在日本 都受到这个传统的影响 就是我们人跟大自然 人在大自然当中的那个角色 那我给各位看一个作品 各位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 为什么我这样想了 各位看这个作品 我们它用了一个 跨三分之二的页的 这个大篇幅来展现它 各位看这个作品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感觉 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山形一样 像一个大的山中间镂空 然后人的渺小的人 流动的生命在底下 这就非常像我刚才跟各位 所提到的张金章老师的作品里面 山空间是永恒的 人是短暂的 可是短暂的生命 在一个永恒的空间里头 就交错成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感触 这个作品我相信非常非常传神 可是它又是取材制创世纪 可是东方人看它的时候 就像我刚刚说的 有非常强烈的这种中国山水化的意境 各位再看这个作品 就更厉害了 这个作品呢 各位看看 像不像我刚刚说的 在一个 一个仿佛是 其实是老师的创作 但是我们常说 在这种大自然的 这个辅着之下 你看看这个渺小的人 坐在那 然后充分地感觉到 那种人跟大自然的对比 好 所以我要请教老师 你的作品 虽然取材是很多圣经的题材 可是包括中国大陆 或者包括一些西方 他们他们看你作品的时候 会不会从一个 中国山水化的意境 或中国这种 天人合一的哲学观 来做一些诠释 会吗 他们应该会吧 会 会 一般我们说警官 我老师 杨亦宏教授 他一直在提醒说 你的作品 你还没有跟 先来找我之前 我知道你说已经做 那种景观的 景观的作品 所以景观 简单说 就我们中国来说 是山水 就是山水 山水 我们现在的 那个语言 我们就称为景观 景观是包含一些 眼睛看得到的 体会到的 大自然东西都是景观 所以你 虽然同事与景观 我总觉得 这个应该不 是不限定于说宗教的问题 只要在我们的地球 人间还是在宇宙当中 人人都喜欢大自然 人人都喜欢大景观 所以景观 坦白说 就是说跟我们人是细细相关的 每一个人眼睛一展开 就是碰到 就是跟跟我们的周边的一些事情都跟景观是相连的 所以如果能在大自然中的这个不管是取材还是说那个创作跟景观结合应该就变成一个万格的语言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人种我们只要看到我们的景观创作景观作品就会把人跟大自然就接通了 就没有间隔距离 也充分的我们就是说把时间空间就跟人好像规划在一个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应该我们要更重视我们说的是什么环保地球的什么的 坦白说是细细相关 对 你在追求这种大的山跟石的这种创作的灵感的时候 你会到现场去观摩吗 去写声吗 比如说像我看你的创作里面 台湾的太鲁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系列 中国大陆的黄山 也是你 你会花很多时间去观察这些山形的变化 山形的这种结构吗 我有一次在2013那个时候 我们的很尊敬的周廉华牧师 他已经九十几岁了 他说你夫人已经过世了 我带你去意大利啊 哪里我们走一走世界 那个大创作的地方 像彼得教会了等等 去可以看看其他的人的一些古代的创作等等 后来有一个声音给我讲说 我给你说现在你不是你 你的时间也不是你的 是要听我的 你要去欣赏一些什么新的 在你人间还是什么地球的哪个地方 看得到 那个时候的声音给我讲说 你现在开始做的是要做天上作品 这是天上的作品 我说天上作品也没有办法在我们人间看得到 他说没有不可能 因为天上就是天上 你不可能在在人间 你可以在去某个地方 去一定看得到这个东西 你要用心灵去体会 用心灵来创作 既然是心灵的问题 那那我就了解 我说 那跟我们以前那个老师杨英峰教授 他讲的 你不要用摄影机 还是用画画去那个什么黄山太陆国那个那个什么景点去那边拍 他是画 然后回来按照这样的参考来做 这样就是等于就是模仿 第一个是模仿 第二个就是应该没有办法创作那个真正的他的面貌 因为你看的是他的表面而已 我们眼睛看得到的 摄影机拍的 你自己在那边写声画 画回来的都是他的表面 你一定要亲 亲领取静 要进入他的山谷里面 不管是冬天 夏天 从一个地方 从早上六点一直到傍晚 很晚的时候 你才回到你住的地方 你一定要去那个山谷 或是在房山里也好 你要是一坪楼 你要住在他没有 那个时候一九九几年 我们去房山 真的那个一坪楼那边没有水没有电 很冷了 我们去蔡鲁国那边 也真的我们住在那个青年救国团 那边也真的也没有电 当初也没有什么矿田水 对啊 就是住在那个救国团 早晨就一跑跑去那个天墙 那个深谷里面 我们去那边干什么 我们去那边受洗 我们不是在那边观赏那个什么 深谷里面的一个景观的 看得到的不是 上帝的意思跟杨英宗教授 当初讲的他很接近 我们要用心灵去创作 我们要创作的是 臺灣太土国的 他真正内在的太土国 别人不是眼睛看得到 用心去感受 你要去防山 也一样不是用眼睛看到的防山 你要刻出来防山的那个 里面的生命 臺灣的一些景观 里面的生命 要把它刻出来 那你在做创作的时候 会有一个画图吗 先够一个图 草图 或者是有吗 有这样动作吗 没有 就完全就是下手了 直接下去了 所以你刚才提醒 我们以前那个什么 左向大地 还是什么 什么 创世纪等等 这些东西 我们看到那个木 木头本身木材 那个是倒国木 就已经几千年之后 又几百年之后 又被发现的时候 你好好的静静地看那些木头 他会给你一个灵感 你今天看也许没有什么 你也许一个月之后 或者说 一年之后 你就发现了 他会告诉你说 我这个几千年的 这个的木材 现在变成一个一块木状 你给我找出来 你要磕 你要小心 不要给我 你不要用你的方式 把我磕 磕成你需要的 你一定要知道 我这块木头的 那个灵性在 那我就知道说 灵性在一定有 他不一样的灵动性 其实张老师 这说法就让我们想到西方的米开朗基罗 类似的说法 对不对 在一个大理石里面 你已经看到了你要雕刻的东西 你只是把那个你不要的部分把它打掉而已 就差不多类似 换想说这大概都已经是一种艺术家的一定的境界 心中已经有一个蓝图了 已经有一个构想了 好 马上回来 我们再继续跟张庆章老师聊他的景观雕刻 好 这一次2016年的张庆章老师的作品 很多人都注意到 那整个的创作的风格 似乎又回到了一些蛮抽象 蛮简约的一些线条 那这也是老师刻意要传递的讯息吗 我想国富纪念馆是我们台湾目前最大的一个展览空间 既然是他是用一个很最高领域的邀请展 又南北馆都给我们纯粹是构展 我们准备了一百多件的作品 其实上他本身的展览空间就有三百平左右 我想他的墙壁再乘以二 那等于说六百多屏 还不止七百多 那六七百的一个墙壁的空间 我们都几乎没有那些作品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好像有一点着急 睡不着 因为时间只有短短的半年 要做这些作品 真的是一般我 我创作一个作品都要半个月 甚至说一个月都有可能 如果这短短的半年左右六个月 要准备那个墙壁的六七百平的一个墙壁 还有底下摆的向朋友借回来这些作品之外呢 如果说没有完全开创的这个东西 真的是在国务纪念馆展览 我觉得自己也也也没有个交代 我想上帝他本身也不高兴了 他說那那你来国务纪念馆展览是我 我我虽然是有一些朋友帮忙之外呢 纯粹也是好像上帝有意在安排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展览空间 如果在这个展览空间 我用的方式是以往一样的 在注重在那种材质啊 还是用种习惯性的 我们一般人都有一个毛病 都是比较喜欢习惯 对 用比较喜欢喜欢那个惯例的一个方式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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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像这样子的方式来做 但是上帝那个声音就说 你不能 你要抛弃那个习惯 你不要太成见说你有木材 你也不要说你现在要在国务纪念馆展览 一定是要 要怎么样一个材料 一个 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 来呈现这种作品 你就是听我的 你现在用什么材料都不重要了 你要呈现一个开创 甚至说我让你那个本来就想抛弃的 没有 没有办法去做的 那一些 那一个没有办法完成的东西 动作你去 你去找他出来 我让你很不一样的 你就会发现到里面的生命 是非常的强烈 我真的听他的 我就是把那些以前做的 就把他找出来 所以这个本来就放弃了 因为怎么做 怎么想都想不通了 所以把这些东西就找出来了 找出来 这样子一看下去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上帝现在要我做的是一个新的时代 要开始 那我们在国务集团馆一定要一个不是不是一个开创而已 你要绝对全新的开创 并不是说绝对是木材 一定不要说一定要什么材料 不重要 问题是你一定要那个创作 那个那个不管是用眼镜来说是一个造型 那个造型并不是说什么中方的还是什么西方的还是什么抽象的还是什么具象的还是写实的那个都都不是 我要你做的是完全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没有办法想象的东西 我说那这个太新了 太新我就觉得很惊讶说上帝为什么在这个短短时间你要让我这样子的新开创的东西是要脱离开 所以我们在我们东方在西方还是在什么一般艺术创作的那个框框还是什么传统什么什么抽象这些东西的又又又又又很又很不一样的一个层面去创出来 所以我们就第一个我们先做了那个叫新开创 对啊 这个新开创另外一个名称我们我们说是大自然的生命也是一个大自然的生命力 就这个东西就很快喔 然后就呈现了 虽然他不是完全是木头 但是他呈现的是一个我们眼睛常常一般都习惯上要眼睛看得到 体会到的东西才是算是立体造型还是什么什么造型 上帝要我们说你就是要把那个时间空间看不到的摸不到的东西 你要变成眼睛看得到 让让一般我们人来体会到大自然他的力量 大自然他的伟大 只是虽然是你看不到 虽然是你摸不到 真的他的他的那种非常的生命力道是我们人间是绝对没有办法去去去体会去思考 所以这个东西就跑出来了 这个东西跑出来 我真的我我很多的朋友甚至国外的朋友就是在郭金管问说你这样看得出来这个作品的那个含义还是他的感觉是什么东西吗 他们都说害讨看不懂 因为也不是什么抽象也不是什么迹象 你说这个是大自然的力量 大自然的生命 他们觉得真的是一个不是我们什么东方西方的问题 是在我们这个年代二零一六上帝说你现在已经到某一个年龄层你要做的是绝对要脱离开以前的 要完全是要一个创新是以前没有的让他出现是这样子来做的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张老师就等于说2016年的这个展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到了你全新的某种内在的一种召唤所创造出来的的创作 那可是各位朋友应该除了在赞叹或是赞美张继张老师的创作的功力之外也不要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张老师现在虽然还距离80岁还有个一年多不到一年多的时间 可是呢张老师每一天还花10个小时在创作上 超过 对不对 超过 差不多差不多12个小时在创作上 老师这样子创作到现在如果说要对一些年轻的艺术家来喊喊话 因为这几年年轻艺术家可能很在意市场啊 很在意是不是有很好的画廊啊市场的那种经济帮他来操作炒作对不对 那老师觉得呢老师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怎么样来面对最本质的自己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不能够说何不食肉米嘛 说艺术家就不要吃饭了那也不可能嘛 但是艺术家应该怎么样在市场 市场的肯定跟自我创作的那个那个那个企图跟理想之间 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我想我们生活在人间当中 特别是艺术创作这个门道 我想每一位艺术创作的一个一个作家 他都很想第一个成名 第二个他在经济上有帮助 第三个他他也真的很想说 市面上很喜欢他的创作 对 其实上话又说回来 一个艺术家如果他太在意在这方面的话 反而会更难 因为艺术这个领域太高太深太广了 所以说你要太注意市场 你要太注意说怎么样子 可以可以怎么样 坦白说我们艺术创作另外一个层面 叫做参加参加什么什么比赛 是什么肯定 他绝对有收藏家 他绝对有什么叫做评审 对 要给你讲还是不给你讲 给你日选 还是不给你日选 可是我要收藏你的东西 要是要还是不要 坦白说 大家都非常厉害 他眼睛在看的是 你这个东西真的不是跟谁接近 还是说你这个东西很美很好看 我就给你给你入选 或者给你买你的东西都不适合 他要的是绝对是绝对是新的 他原来他家有已经有很多作品收藏了 他现在他不需要在收藏 他他已经一堆了 他要在拿钱出来买你的东西 他绝对要买他绝对是没有的 没有看过的 如果你要参加比赛 一样 评审也一样 他他一样看到你的作品 绝对没有看过的 绝对是创新的 不是只有美而已 所以你要我们从事与这个艺术创作 不管你是你是哪个学校毕业 还是你是多年轻多年纪多大 一样是要绝对不要太有足迹 你越接近大自然 你就会从一棵一棵那个树 还是一个石头 上面也许更去体会到大自然中 那个宇宙上帝创作的东西 每一样小东西 他的生命是非常强烈的 因为你太轻视那些东西 也许你看到石头就脚一贴 就给他丢掉了 还是怎么样 看到一颗视野觉得没有什么 实际上你越在意你自己 就越没有办法发现大自然的力量 好 我觉得最后这句话 非常适合我们今天来当作访问 张继张老师的一个结语 我们真的一定要越在 我们如果说没有办法回过头来 只在乎了自己的自己 只在乎一个狭小的 一个眼前的视野的话 你永远不会知道大自然的神秘 跟他的力量有多大 而大自然却是我们创作 源源不绝的灵感 非常感谢景观雕刻家 张静张老师 睽违了将近五年之后 再度地回到我们的节目来 而且也带来了他自己人生 2016年的一个大展 我们祝福张老师继续创作 也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